Hello,大家好,刚才带我一个亲戚,就是我大旧的孩子啊,就是表妹嘛,然后刚才带我这玩来了,然后跟我聊一些关于人生,关于以后的规划和计划。 他今年是大四了,马上就毕业了,然后跟董哥探讨一些,有必要考研嘛,这个东西我感觉还是在于个人嘛,实际上说学历只能代表过去,但是只要社会以后,我感觉还是靠自己能力,这是最重要的。 我也突然也找到了我自己的以前的这些东西,我感觉拿这些证书也没啥用啊,就好多。 这是本科的毕业证,学位,然后研究生,拿这些证书感觉对我来说是没啥用,因为我没有一不从政,二不从业的,他就想看看自己将来的规划和计划,给我探讨一下。 我也不知道大家,因为对于这个学历和那啥的,就每个人的认识不一样,我认为呢,学的知识够用就可以了,而且我们虽说苦读十年嘛,学到东西真正在社会上用到的很少很少,是不是啊? 我相信大家也是跟我一样的看法吧,真正我们能把我们学的知识拿出来十分之一,差不多就十分之一吧,把我们做一个领域的尽端人就可以了,没必要说什么都会,如果你要什么都会,什么都不经,这样的社会,到社会上也不一定说有很好的出息,或者是很好的前途。 我,我反正是,虽说我是学师范的啊,但我现在都一天天拿起螺丝刀了,成为工匠了。 但是我,只能说上大学,上研究生只是一个过程,走向人生的路呢,还是自己去闯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,可以评论区给董博留言。 反正我呢,就认为,看你将来后的发展方向,对吧?你要从政,搞科研,那还是学历也高也好,对于我们搞技术来说,理科难的话,我感觉学历高低,不是那么重要的。 大家是不是有点想法呢?好的,就是请大家在评论区评论一下啊,再见,拜拜。 ,拜拜。